这些内容2008年的销售额跟2009年的销售额我们都算出来了 我们就可以去做去年同期的比较 之前我们做去年同期比较怎么做的 我们很简单 我们就是直接去把什么 去把建党日期 这边有一个建党日期 然后用折线图 然后去把总价呈现出来 那我是不是要呈现2008年跟2009年 所以我就直接把这个年放到这个图例这边 因为现在看到的是什么 2008年跟2009年 如果我改成不仅是记 还要再去看什么 看月 我之前是不是这样子去做出来 去年同期的比较 2008年跟2009年是不是就可以做这样子的比较了 这我想不难去理解 只是在图表上面 我们来去秀出来它的一个使用的情形 所以在这边是不是用 这边有一个1月到12月的话 如果我们只要这样子一个呈现 是不是就可以透过建党日期 然后这一个选项聚集起来 然后呢 我们的图例 这就是图例 呈现的是年 就做好了 那现在啊 我们是不是画了 计算出2008年的销售额跟2009年销售额 我们也可以做这件事 而且更简单了 怎么做 有没有点到这个地方 直接我们有一个折线图 然后去建党日期 呈现 呈现什么 2008年的销售跟2009年的销售 当然这两个数值要怎么样 这两个数值一样要呈现 不是记 而是这个月 你看这边 这两个所呈现出来的内容 是不是一模一样 那我要希望你们 理解到一件事情 我刚刚是不是只有计算出一个2008年的销售额 跟2009年的销售总额 我只有算出一个数值 如果你把这个销售额赋予给他一个连续的时间 他会怎么样 他会自动帮你把这个连续时间每一个点算完 听不懂这句话的意思吗 我其实只有算一个值 例如说 我可不可以算出毛利率 毛利率我只要去管整年度 这个毛利率 我只算出一个值 然后赋予给他一个什么 连续的日期 他就可以直接帮我比照出来 这各季或各月的毛利率了 这个概念是要请各位知道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是会去计算出来一个代表值 我们可能就是以整年度来去做计算就好了 你不用去思考到某一个细节 但是偏巧不巧的 例如说你办一个活动 活动各位知道吗 我活动了不起之后半个月的时间 例如说我从7月1号到7月15号 我要办一个活动 然后去调出来 这一段期间 它的一个销售 那又另当别论了 因为那个时间 你要用另外一个方式来去做计算 好 它叫做 Date Different 就是另外一个韩式了 就是去计算两者之间的一个差别 好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希望你学会的是 就是刚刚这边曾经看过 这一张图 好 然后我们现在在这里 我们用刚刚所曾经计算出来的2008年总销售额 来去做比较 会发现 其实我们算出这个数值是有意义的 如果今天你有10年的资料 是不是都可以去划出这些线 因为假设你今天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或者做这种事情的时候 其实它更有一个代表的意义 就请你们自己来去动手 画出这一条 这一个比较 叫做去年同期比较 好 请你们动手做一下 谢谢观看 谢谢观看